这一乡国力作为代表接受了几半方的表彰 这个奖应该是我和邓杰共同得到的 原来有一个想法就叫做了好事不留名 要向雷锋同志学习 所以早在八年前我们两个就率先 为北京市的一次私人润养绿地的行动 润养了复兴门的一万平米的绿地 我们每年出资四万元已经坚持了八年 然后我跟邓杰在外地 谢谢大家的掌声 然后在外地拍戏的时候我们到了云南 偶尔的机会到了云南 发现了那里的小学生们上学的环境是那么的糟糕 于是我们两个就找到了当地的 共青团的一个捐助希望小学的那么一个机构 问捐助一所希望小学需要多少钱 当年是二十万一所 我们捐了八所以后 由于物价上涨成了二十五万一所 我们依然在坚持 最近我们刚刚捐助的这个希望小学又落成了一所 已经一共十一所了 我特别我特别感谢邓杰 因为每一次我们捐钱的时候 我们是要抱着现金到那个地方去 而且不但捐了希望小学 邓杰还提议说要给孩子们建立一个书库 所以除了希望小学的钱以外 书库的钱我们也有另外拿出来 还有我特别感谢邓杰的是 他有一次跟当地的负责人说 跟当地的校长说 如果你这个学校培养出大学生 他们的费用我全承担 谢谢 所以今天站这领奖的是我 其实我一直在夸老婆 因为我们家老婆是管钱的 除了年度慈善行动 主办方还评选住了2007年度慈善人物 陈坤赵薇荣耀当选